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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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味 你會想我嗎?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芒果這一家 我是Seline 這位是芒果 她正在睡口口 我們今天剛從日本回來 現在立馬要跟大家開箱 我們這次去大阪京都跟奈良有買什麼戰利品 日本超級好買的 而且我又睽違了 整整八年沒去日本旅行 這次去日本真的有買了蠻多 可是跟以前比起來 戰鬥力還是稍微縮小一點 我們有克制自己只能買想要的 需要的盡量減少 還有因為這一次我們搭的是樂塔航空 回程只有20公斤的行李 再加上一個人各7公斤的行李 現在就跟著我們一起看看 我們總共帶了多少戰利品回來 首先我要來開箱妹妹的部分 這個衣服是我們去吉安殿堂買的 我記得這個是1000多日幣 這一件就是它裡面是有這種鋪毛毛的 因為前陣子台灣不是含流奶嗎 那妹妹就是身體不舒服 就是像是人類的眩暈症 我們帶去看醫生 甚至建議一定要保暖 所以我們這次去就看到這個 而且它還可以這樣子欸 這樣子拆 因為妹妹現在不喜歡穿 用頭套上去的衣服 她會不喜歡 因為這個衣服換算台幣才300多塊欸 我就覺得還蠻便宜的 可惜它只有這一個顏色 它沒有粉紅色 幫我超小買粉紅色給妹妹穿 我們買這個 它是直接用魔鬼毡去黏起來 等於要穿的時候 直接用魔鬼毡黏起來 就不用套偷 妹妹穿衣服 就不會穿到生氣氣了 這是妹妹的第一個戰利品 那剛剛衣服已經開完了 怎麼可能只買一樣東西給妹妹呢 我們還有在吉安殿堂買了餅乾 跟這個起司 日本買真的很便宜欸 這一包換算台幣不到100塊 這些零食在台灣買真的都比較貴 就一包可能就是兩三百跑不掉 因為不能帶肉類回來 這次就是幫她買餅乾類的就好 再來就是我姐有買這些 跟柴犬相關的京都的柴菜 現在就奈良大阪也都有類似的 他們就是會幫她穿不一樣的衣服 我記得有很多款式 這個是磁鐵 不免俗的也是要買一個磁鐵 還有這個柴犬不倒喔 能聽到什麼聲音 這次我們還有去京都的景天滿宮 幫妹妹求寵物預售 之前也都有幫妹妹買 但因為疫情期間預售壞掉了 我們之後有去台北的龍山寺在幫她買 可是龍山寺它的是壓克力的 所以很容易壞掉 它的材質是有透明的 算是塑膠片把它套起來 那這個反而是可以用很久 而且還有封小鈴鐺 今天溜妹妹的時候 這個預售就可以疊上去了 一起把藥品類都一起開箱 去日本地買的就是WAKAMA的 我們這次是買了兩個 一個是要給我媽 一個是要給妹妹吃的 因為平常我們也都有給她吃 WAKAMA的故障味 還有買了這個 日本幣買的 河莉湯米和艾斯菲特 那兩個真的有價差欸 而且這個牌子的不是每個地方都買得到 這個是我姐說要買的 那我們這一罐也是要買給妹妹吃 因為妹妹前陣子就是天氣太冷了 可能就是早晚溫差大了 半夜她就跑起來喝水 突然冷到 所以她整個就是 暈眩 而且很嚴重的那種感覺 那我們那時候去看醫生 醫生有建議可以給她吃荷莉湯米 那我們這次去日本也自由幫妹妹帶回來 醫生是有推薦 就是平常當作保養吃就可以了 就除了妹妹可以吃 我們也可以跟著吃 可是我們這次是帶到樂陶航空去 來回只有賣個20公斤的行李 就是沒辦法少太多 就想說有買了個兩瓶 明天有機會我們再去日本玩的時候 再去買 再來我們去逛藥妝的時候 我覺得價差比較大的其實是 Wakamato欸 我們有去逛京都大阪 還有林空城附近的藥妝 奈良我們也有去看 其實這樣子逛下來 我是覺得京都的價位比較便宜 可是大多數 這一罐都是2480商下 可是我們後來就是有在 新晶極商店街附近的新晶極藥品 它真的是我唯一遇到一家最便宜的Wakamato 果然是賣1900多日銀 那一家是真的最便宜 我們錯過那一家去到其他家 再也找不到那個價格 可是因為那一家要付現金 可是我們這次去沒有換太多現金 原本打算就是抓卡為主 那就是帶一些現金 只是和和而已 沒想到我真的是太久沒去日本 所以都忘記 就是比較便宜的藥妝店要付現金 新晶極藥品買一萬日幣就可以退稅 那家蠻多藥妝真的是最便宜的 有些商品買三點以上還會更便宜 像還有去買表飛明 價差也是有 我們大多數看到都是2300上下 這個回到機場真的特貴 所以如果要買這些保健食品和藥品 真的就是要在京都市區 或者是大阪市區買會比較划算 千萬不要去機場 或者是零空城的藥妝店 我們也有去逛一下 有些商品跟市區比稍微貴一點點 但有的有比較划算 整體逛下來會覺得京都的藥妝店會便宜一些 如果大家有先去玩京都的話 看到划算的藥妝就可以先買了 再來就是日本必買的DHC 這個維他命C我買了兩包 這一包好像才300日幣 這一家是我去京都的四條和言亭 在京都高島屋對面的OS 他這一包才300日幣超級便宜 這一包是我們昨天去林空城買的 因為我姐她後來有講到說 妹妹最近散步腳比較沒有力氣 所以我們就想買一些顧關節的 可是因為這個是我們之前去京都就買了 那我姐是我們去到大阪 她才跟我們講說要再多買幫妹妹顧關節 所以我們就幫她買了這個 就是先給她吃一包 可是我們還是會在台灣上網去找 補充物專用的顧關節的保健食品給妹妹吃 畢竟年紀也大了 她都已經14歲了 就是都有幫她補充一些保健食品 可是隨著年紀慢慢增長 人老了關節也會退化 那公公也一樣 也要幫幫保養喔 還有這也是大家去日本都會買的眼藥水 這些都是我媽子丁要買的 不確定她要買的這些是她自己要用 還是她還幫別人買 反正她就是不講清楚 以後真的就是幫家人買東西 只限家人 而且要規定家人不能再去幫什麼親朋好友帶買 如果要買的話 就自己去買機票走去日本買 不然你這些真的會買不完 也都是會占到我們的扣搭 而且我們這次也只買20公斤 自己都不夠買了還幫你們買那些 行李的扣搭我們也要另外做 這個眼藥水我是沒點過 聽說點起來是蠻清涼的 這個一瓶不到300日幣也很便宜 還有這個老爺爺的貼布 它也是有一點價差 有差到一兩百日幣左右 大多數看到是賣五六百日幣 看到最貴的是在機場 我記得它一盒就1200日幣 價差很大 這個蚊蟲咬的藥真的很好用欸 因為我們之前其實就有買這一瓶 真的可以用很多免 剛好也是在疫情期間就用完了 一直很想去補貨 因為台灣賣的價差跟日本的 真的是有差 就是沒有差的時候 在台灣就是差百零有 我們這次補貨其實只有補一瓶 因為它這一罐真的可以用很久 真的很好用 這個是去日本真的也是會想買欸 AD軟膏 其實台灣屈城市康氏梅那些都用買 這個真的還是有價差 是去要付現金的藥妝店買的 這幾天去日本 因為那裡很乾燥 我們皮膚本身就很乾燥 所以不夠滋潤就是要擦這個 皮膚帶乾燥真的會乾癢 擦這個真的很有效 這個每一個藥妝店我看一下 也是有落差一兩百日幣 就是可以看看到底是在哪一家統一買 我們還有買日本的牙膏 還有這一條 這個不到300日幣 這個屍王的酵素牙膏 我記得換算台幣才100出頭 真的很便宜 買回來試試看 還有這一條是我出發前去Youtube看了很多影片 超多人推薦的這一條 酵素的洗面罩 這次就可以來試試看 看看它這個到底有像大家講的那麼好用嗎 這次還有買極岩的化妝水跟乳液 這個兩個價格都一樣 記得是500多日幣 所以換算台幣一包才100多塊 這一個是我姐買的 還有幫我媽買這一個 就是比較熟齡機試用的 這一包應該是900日幣 再來我們還有扛藍髮劑回來 唉唷 多少還是會長一些白頭髮 可能是用腦擴度 還是年紀大了 可是這個跟台灣真的有這樣差 因為這個屈城市康市美 大概都是300上下 那有時候特價就200多 可是這個換算台幣才100多塊 一盒就差了100多 這個買下來 這應該是700多日幣 這真的很便宜耶 可惜就是我們沒有扣檔再多買幾盒 不然我覺得這個價差真的就是有比較大一點 可是它又很佔空間 所以也不能買太多 再來日本幣買還有DHC的護唇膏 我們買這一條400多日幣 這一條真的很便宜 可是它這個還是會有一點點小價差 我看到最便宜是400多 它有賣500多、600多都有 其實看到400多真的可以下手 我們後來去到大阪 才有看到這種是有潤色的護唇膏 我跟我姐也有買 那這個是另外在幫我大街買的 在那家藥妝店我們只有買兩條 當天就是拆開來擦 這幾天在日本我們都是擦這一條 這那還蠻好用的耶 擦起來就是很滋潤 那個紅潤度很好看 這衣給我最近 就要轉開始這樣 有嗎看到喔 覺得有這條就很方便 出過旅行就不用帶護唇膏 跟唇膏兩種 就是懶人方法 就是只要帶這一支就好 除了DHC有出潤色的護唇膏 我們在日本也有看到 曼秀雷頓還有尼威亞也有出 最近日本好像蠻流行的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像這一個我們在京都就沒看到 可是在大阪就有看到 還有研磨 但我們這次只有買一盒回來 原本我跟我姐都想要各買一盒 因為當下算下來 我們沒有那麼多現金 這個是在京都買 可是我們後面幾天還要去大阪 就擔心現金花完這樣子會不太好 想說算了買一盒一人六片就好 我們買的這個是柑橘口味 還有原味跟薰衣草 去到大阪看到香味比較多選擇 京都的部分是沒有看到那麼多 也看到八百多九百多的都有 再來還有這個玉岩 其實我們家沒有浴缸 這幾天去日本住宿都有附浴缸 所以我們有稍微泡上 這個是我們去黑門市場的OS買的 這一包也才兩百多日幣 換算台幣不到一百塊 超級便宜 我們想說買回來泡腳也好 這個玉岩有色的跟小主廠一樣 你只會一歲日晚 啊 要一起開箱啊 玉岩要開箱 好啦 我們繼續 再來這個是明濃的保濕霜跟隔離霜 現在皮膚就是比較敏感 就不知道皮膚不能亂擦 所以我有上網去找日本有什麼 是屬於敏感肌膚乾燥肌可以使用 我就找到這個品牌 一瓶日幣是2178 換算台幣是470元左右 這個我是在四條和月亭的OS買的 就是也是要付現金的 是因為在日本太乾燥 我們就有直接開封使用 擦起來滿保濕滋潤 沒有什麼味道很舒服 感覺它的成分也是很單純 我還有買他們家的防曬霜 它這個其實是標榜大人 是臉部身體還有小朋友都可以擦 而且又是敏感肌試用的 他們家我就是買這兩個 可是這個我後來去到大阪 好像就變1600日幣 所以其實還是有一點價差 我還有補一些小東西 這個是睫毛膠 KOJI的睫毛膠 這個也很好用 而且這個日本買真的比較便宜 換算台幣才100多 記得我看到就是有500多 600多日幣 可是我最後還是統一在600多那一家 把這些貨都補齊 其實它其他的產品 買起來比較划算 500多那一家 其他可能稍微貴一點 就只有這個比較便宜 那你當然是要選擇 看哪邊最划算 就是去買那邊就對了 這條睫毛膠超級好用的 使用起來不會薰顏過敏 年度也OK 以前去日本一口氣都會買好幾條來囤貨 這個我已經使用了好幾條 真的很好用 他們家的睫毛夾也很好用 補一瓶這一個 讓客人貼睫毛都用得到 再來就是睫毛 第一名的 日本買真的比較便宜 所以一定要補貨 還有這個是眉毛定型膏 梳眼深眉的時候可以使用 就可以創造出根根分明的眉型 我還買了Visee的修容盤 這在台灣開架是有貴位 記得這個我10年前 Visee還沒進台灣 去日本的時候 我就買他們家的眼影 超好用 可是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就我那時候才剛買回台灣 我就帶去電視台工作使用 我那天才第一天拿出來用喔 結果我那一盒新買回來的眼影 就不見了 就是被鏘走 我再也找不到那盒眼影欸 我就覺得超生氣的 因為那個品牌 當時還沒有進台灣 就是Visee這個品牌 那時候還沒進台灣 後來台灣就是有進這個品牌 有的部分是台灣買的價格 反而比較便宜 可是我有先上網查 我買的這個 三色的修容餅 換算台幣是300多塊 而且它裡面還有附這個 小刷子 還有一個墊片 我應該會把這個拿起來 直接用我的修容刷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打開很容易會掉下來 這次Visee我就只有補這個 因為眼影太多 我就沒有再多買 我就只有買缺的部分 昨天還有買這個 其實這個在其他藥妝店都有看到 那時候就是想說這個換算台幣 才七八十塊 真的比去台北後再買的還便宜 所以我這次就買了 很久以前也有買過 可是都已經用完 如果沒有用這個 你用定型液也是可以取代 所以用這個或不用這個都可以 可是我想說 啊這麼便宜還是買一下好了 反正工作又得到 我還有買RMK的底妝 這個是他們家的歌歷霜 這個是我今天早上在機場的免稅店買的 這個是3700日幣 換算台幣不到800塊 那系的彩妝品牌真的要去日本買才划算 價差很大 另外一瓶粉底液 我是在大阪高島屋買的 我們是早上7點多的飛機 原本以為打早班飛機 沒辦法逛到免稅店 沒想到今天早上6點多 進到後機室才發現免稅店有開 雖然關西機場第二行下的免稅店不大 品牌也沒有到非常多 但有我想買的日系彩妝品牌 可是免稅店那邊的彩妝品 有部分賞品的價格 是比市區的買貨公司賣的還要便宜 我有看到有Suku Tree 還有Taman Mark 還有Amami 比較大的那些牌子其實 關西機場的第二行下也有在賣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 買一下RMK的隔離霜來試試看 再來就是買他們家的粉底液 其實我沒有用過他們家的粉底液 只用過腮紅 有時候會畫到喜歡妝感比較輕痛的客人 就可以用這罐粉底液 平常幫客人上粉底液 我使用的都是Amami的粉底液 之前沒有使用過RMK 買來試用看看他的妝效如何 我這瓶是在機場的免稅店買 這瓶是在大阪的高島屋買的 大阪高島屋用外國人的身份 就是拿護照去他的櫃台 還可以拿95折的卡 這個在市區買反而比較便宜 因為他4000我還可以再打95折 因為他這個已經是稅房的價格 已經是退稅的價格 就等於是如果我這個在市區買是95折 可是我那時候沒有想要買 最後一天到機場 逛免稅店的時候 發現我的錢還有剩 那不如買這個 兩個搭起來用用看 看看妝效如何 那如果不錯的話 喜歡輕透款底妝的客人 我就可以幫他們用RMK的粉底液來上妝 而且這個在台灣買跟在日本買 價差有6折以上 這個真的一定要買 如果大家是RMK的愛好者 或者是日系的彩妝品牌的愛好者 真心建議去日本旅行的時候 一定要去逛他們的彩妝 順便補一下自己需要的彩妝品喔 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是很多化妝師超愛用的 遮黑眼圈的遮瑕膏 KP 這應該是每個化妝師化妝箱裡面 必備的遮瑕神器 這個真的很好用 我已經用了很多盒 那這次去日本再繼續補貨 其實KP以前在台灣有專櫃 可是之後撤櫃 那它的外盒就是長這樣 它以前是兩條 就是黃色跟橘色各一條 後來改版就是變這樣子的包裝 其實它就是小小一盒 有黃色跟橘色 針對黑眼圈的部分可以做修飾 這個折黑眼圈效果真的很好 因為它可以校正黑眼圈 偏藍還是偏卡的膚色 這個真的很好用 那這個去日本買是真的比較便宜 之前疫情這幾年只能找代購買 因為這幾年都不能出國買 今年終於可以去日本了 我自己就買了涼喝 因為我要UBI庫存 因為不確定明天會不會去日本 這盒是幫我的化妝師朋友買的 大家都會想停貨 再來我這次還有買白鳳糖 哇這是我心心念念的 在日本很有名的刷具品牌 我這次有買了一組 這一組有三隻 我等一下打開給大家看 還有這小隻的 我記得這一隻換算台幣是500多塊 這個上蝦皮找代購買真的比較貴 我為什麼一定要去買這一隻呢 是因為我今年初的時候 去接一個廣告的工作 幫廣告演員書畫 平常我常用的化妝刷 會整理成一組 帶去工作使用 可是那天 我其他刷子都在 就是偏偏這個型號的那個小刷子 不見了 我是工作回去 隔一天洗刷子的時候 發現少了一隻 還專程跑去三重的色影棚找 結果找不到 覺得很心疼 因為這組刷具陪我一起工作已經很多年了 而且我的刷具都會統一放在刷具套裡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這一隻不見了 發現的時候覺得很生氣 我明明有收起來 因為那天化妝師只有我一個 就是沒有別人 而且我很喜歡他這個香檳色的鼻桿 就是很漂亮 而且他的這個刷頭 你看他刷毛 你看很Q彈有沒有看到 抓粉力很好 上眼影比較不容易掉粉 我之前買那一組 我應該也用了七八年跑不掉 每次工作完都會清潔刷子 都會把洗乾淨 我洗了很多年 他的刷毛都還是跟新的一樣 我就覺得他們家的刷具 真的是一分錢一分貨 而且其實他們也有分很多系列 有分珠軸和黑糖系列 公寓三騎士必先立騎騎 用白風堂的刷具化算的妝真的很美 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找化妝師的話 可以預約舍令喔 從來沒有公開過我的職業 我是在大台北地區都有接 基本上都是台北市區為主 新北市或者外縣市 備用另外報價 再來是這一個 我這次去還有看到這一組 還有他們這次有出聖誕節的set 你看這就是白鳳堂的標誌 超美的 不知道多年之後 沒想到白鳳堂不能拍照耶 所以我沒辦法拍他 還有其他什麼set給大家看 因為他真的有掛鏡子拍照 正義足換算台幣2000出頭 附這個小套子 現在看他套子長成的樣子 他們的皮質是真的比較好 可惜我的那個刷具套也壞掉 他是長這樣子 這個我想說那就拿來裝其他東西好了 他們的刷具套都很有質感 可是這太小就沒辦法裝 不要用到的那些 再來就是我要來開這個 可惜他沒有香檳色的筆桿 不然我真的也很想要整組都是收集香檳色 而且這次買到的刷子 他的刷毛都是白色的 這是J系列 因為我現場有刷我就覺得 觸感很不錯 我也想說那補一隻這隻大隻的愛用用 他們的刷毛就是 你看都會會彈 刷上去皮膚就會覺得觸感很細緻 不會眨臉的那種刷毛 真的用起來我還是覺得我比較喜歡白鳳堂 因為我也比較喜歡鼻桿不要那麼長 像這種就是屬於稍微比較短一點 我覺得比較好收買 而且其實短鼻桿我也覺得握起來還蠻好上色的 就是喜歡這種觸感的感覺 我想說這一隻我要拿來當什麼刷呢 到時候再來看看 這裡面還有眼影刷 稍微大一點跟小一點 這個我可能拿來當中間色 那這個是深邃色 這個也是細節刷就是都可以用得到 哎呦他們家刷子就是很好用 我應該是這幾隻花了2800多 像他這其實就有附說明書 看你這個清潔保養的部分要怎麼使用 那上面都有表示就是可以照著看 我們這幾天逛下來 覺得日本藥妝跟我們10年前那時候去逛的時候 多少都會有價差 就是某一家他可能是哪一些藥妝會比較便宜 可是有的價差可能會差到一兩百日幣 甚至更多 那如果你買的數量多其實就有差別 我們的習慣就是第一天先不下手 先去逛逛附近的藥妝 看一下最近的價格是落在哪 因為我們前幾天都是住在京都 而且都會去到四條和園丁那附近去逛藥妝 所以我就會先去看一下大概紀錄一下 我想買哪些東西哪個品項在哪一間比較便宜 主要就會在那邊下手 可是我們後來覺得就是去附現金 那幾家藥妝店 價格真的都比可以刷卡的還要便宜一些 因為我們這次去附現的就是在新晶極商店街的 新晶極藥品跟京都高島屋對面的那家OAS 還有黑門市場裡面的那一家也是OAS 那一家其實也蠻划算 可是有的是那一家便宜 可是有的是那一家便宜 可是我覺得整體逛起來就是那幾家小店 要付現金的都比較便宜 所以如果你們有逛到的話 直接在那裡買就可以 也不用到處去比價 還有因為要買的藥妝比較多 不可能一次就買期 所以我們就會才分三四天去買 如果全程都要用杯的話 真的就是要分次去 抽到可以退稅的金 那有的店雖然沒辦法退稅 可是那些小店 有些品項買起來還是比較便宜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囉 剩下的戰利品我們下一集繼續開箱 記得訂閱芒果這一家 開啟小鈴鐺 就會收到我們每一支影片的通知喔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和開啟小鈴鐺喔